因為你有官司纏身 你這一輩子會有官司 記者才剛到纏室 坐在對面的視覺嗨 就直言記者將會有官司纏身 要我們趕快買一面牌位 專運保平安 你跟照朋友告訴你 你不有錢都困難 原因就是我會教你賺錢 而且還會教你財 而且失業可能會賣房子 身為一個出家人 開口就是自己很會賺錢 還說會帶著記者一起賺 但看得到未來運勢 卻看不透眼淺的男子 其實不是房仲 各種話術就是要記者 趕快掏出一萬多元賣拍位 讓祖先安心上路 吸盡能力一流的視覺嗨 今年43歲 本名黃雨昕 出家前曾經是個女生 還有人幫她出訴 講述她的奮鬥人生 被稱為是台灣女阿甘 後來變性出家 現在在台中 甲乙 英國都設立船市 法式的價格 從最便宜的排位 到傳說中的人偶無數 要價一萬元到二十萬元不等 利用一般人對未來無知的恐懼 視覺還想盡辦法要掏空信徒的荷包 黃新婦人除眠空宿 之前去英國旅遊時認識了視覺海 就開始了一場惡夢 差一點就家破人亡 還為此悲債七百萬 因為我本來就壓力很大了 我猜星球 出家樹木可以幫我 我以為他可以幫我 幫我解剖痛苦 但是 他讓我負債更增加 甚至讓我差一點家破人亡 因為他一直叫我離婚 離婚把房子賣掉 黃新婦人透露 視覺海的吸睛手段相當不得了 要價十萬元的消災點燈 竟然就用IKEA買的十元蠟燭 就可以搞定 靠著幸福的供貨 視覺海坐有台中七匹豪宅 還有三輛冰紙車代付 平常就過著奢華生活 但對於幸福的指控 視覺海相當不以為然 這個人就是 曾經有問題 那 已經都是在法院 完全正常不公開 你覺得我在法庭上 會承認拿走這十百萬嗎 其他完全沒有證據 視覺海反控黃新婦人 今生有問題 自己沒有拿對方的錢 但對記者求證其他問題時 全都避而不達 只說交給司法處理 偵查不公開 但出家人本該無語無求 專心修道 視覺海卻坐有名車 豪宅 誇張行徑 讓人難以置信 視頻 視頻